梦中的新手圣诞老人 在2023年寒冷的平安夜 年轻人小杰兴奋地入睡 梦中穿越竟变成了圣诞老人 这一切的背后 是他每年都在圣诞节收到神秘礼物的传统 梦中的小杰陷入了一场圣诞老人的新手困扰 穿上红袍 戴上圣诞帽 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开始准备礼物 但问题随之而来 第一次的他居然遗漏了很多礼物 送了冬架忘了西家 很多小朋友都感到奇怪 怎么今年没有收到圣诞老人的礼物 梦中的小杰一边懊悔 一边尝试用魔法 滑翔来弥补失误 但结果更是可笑 他不小心把一堆礼物塞进了烟囱 有的礼物还被附近的松鼠抢走 梦境中的小杰突然醒来 心情有些沉重 他想着自己做圣诞老人实在太不容易了 正当他感叹的时候 他突然意识到 圣诞老人可比全世界所有的快递公司做的都要多得多 而且速度更是快得多 他琢磨着是不是过生日的耶稣在背后默默帮忙 小杰在床上坐职 一边想着这些滑稽的梦境 一边忍不住笑了出来 或许成为圣诞老人是一项全球性的任务 不仅需要神奇的魔法 还需要丰富的经验 他突然对自己的每年都收到的圣诞礼物 有了更深的感激 同时也对圣诞老人的辛劳有了更深的理解 小杰想着也许明年他应该在梦中接受一下圣诞老人的培训 学点经验 确保不再在送礼物的过程中搞笑出错 最后他对着窗外的星空深深居了一躬 为世界上所有辛勤付出的圣诞老人致以崇高的敬意 你也有过梦中穿越吗 你的梦更精彩吗 你在梦里遇到了谁 你在梦里做了什么 你想解梦吗 请在视频下评论区留言与大家分享你的梦 提出你的问题 我们非常重视你的反馈和意见 欢迎随时留言联系 为了你能及时了解所有最新的信息和讨论 请点击订阅的小铃铛亦获取定期通知 也请点赞支持 谢谢你的参与